名利全域 人生最终的追求往往更是这些 前面说了 衣食住行也好 吃喝玩乐 那么这些是有形的 看得见摸得着的 实际上也是外在的东西 但是这个名利全域呢 当然这个利也包括前面说的金钱 这个代称啊 就所有的这些外在的 那么无形的不可控 但是却时刻在你的脑海 在你的心田波涛汹涌 心潮澎湃 为此付出了多少的心神 精力 时间 老物质去换 多少多少 尤其这些无形的 男人 在这些方面 投入的会更大 那么女人呢 实际上啊 她是比较容易知足的 大多数是 方子说 为女子与小人那样也 这个余达老师讲啊 曾经他也是在舞台上 在讲台上 身材飞扬 那么她把这句话解释的我非常欣赏 说女人跟小孩子一样 这个小人 他比作了小孩子 而非君子与小人的小人 也就是说 小人就是心思比较小啊 比较细腻 没有大的胸态 这是她的特点 小孩子也是如此 给她一个棒棒糖 给她一个小啤酒 她能玩一天 半天 你会发现这个女人说话的声音 跟小孩子很像 她的这个频率 很多东西都出来了 就是像 所以也很好哄 但是她在爱慕去荣的这方面 有些女子追求这个 因为她是阴的嘛 女子主阴嘛 她就追求一些羊的东西 羊的就是无形的能量 看不见的 那往往 越觉这些的她越会去追求 那男人非常好长面子 尤其那些社会人 港港的 到哪儿 丢不下面 到哪儿都要联 实际上太过于追求了 往往是你内心太没有安全感 太缺失这些 你看一个为道者 曾经那个鸡公 不论他佛论道啊 斜而破 冒而破 身上加沙破 什么都可以破 甚至他出口成脏 也不修口 不修身 不修边缝 但是 身怀绝 但是 旧人无数 人人心里都背负他 你要打心里背负 那才是真正的 长久的打到我 而表面上 那这些 我们司空见惯了 用你的权贵去 脚迫一个人 去威慑他 那么都是霸道嘛 口服 心不服 身服 心不服 不能长久的 那不是妄道 但是 这些东西有没有用呢 我们要终于霸道的让人